由切菜、秘料、到路鍋翻炒 每一個動作都適合的時間 因為這個工作是樓梨社區發電協會每天都會做的 為了要照顧到安南區、仙宮、樓梨 是策定三個列的留學長輩 發電協會由民國九十七年開始 自從經費辦理上餐的服務 一禮拜七天每天都會上餐 就算是一整期間,服務還沒中等 入耳社區的送餐服務 是橫滑、顯工、入耳、食草三個禮 那我們自民國九十七年二月十一號持續的共餐 到今年一百一十年前後已經歷經了十四年 現在是十三年又三個多月 所以邁入第十四年 那這十四年來 我們不曾像這些獨居長輩或低收入戶 來收取任何費用 都是免費共餐 也因為是免費的送餐服務 為了可以讓外公持續辦理下去 負責他們的喚收、撒賣魚塑、咖啡、手工的品 來補貼經費 我們的經濟來源大部分都是用社區自創的文化產品 或社區產業像樹木魚鬆、樹木魚丸、葉乾 還有手工吊飾、魚背包、咖啡等等 當然我們也有在做社區美食風味餐的品嘗 還有在做社區小旅行的老人解說 那當然這些收入是不夠我們的支持費用 因為我們是全日共餐 早餐、中餐、晚餐 我們全日共餐 因為入耳、四炒、跟賢工 沒有便利超商 那也沒有住宿餐 所以呢 他們要吃飯的話 必須走到廟旁的麵館去吃飯 那這樣廣闊的時間大概都要一個小時左右 那又怕這些長輩發生問題 所以在這段防疫期間 入耳社區以高標準的防疫措施 持續的為長輩們服務 社會每禮拜啦 一幾禮拜 都會在樓梨門天祥宮經路旁 反修這些商品 希望可以結合社會大眾的愛心 持續為六歲中部的送餐給務 益主主緣 今天是文章索維 蔡鳳伯德 好 好